保护我方爱国明星王嘉尔 王嘉尔出什么事了 就在前两天的1月12号 他在世界巡演英国伦敦战开场前 怒骂了西方媒体对中国无底线的造谣抹黑 长达一分钟之久 甚至还标出了脏话 这是原视频 这段话让无数中国青年人振奋 王嘉尔虽然充满愤怒 但却非常有分寸 没有越界 没有点名道姓 只是说我们被造谣抹黑 只是说中国很美好 他做出了一个中国明星 在海外能做出的最大个人贡献 可这件事却没有什么热搜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就在事情发生后的两天 昨天网上出现了大量抹黑王嘉尔的声音 战狼假爱国 用爱国来营销自己 甚至有人专门创造话题来黑他 可我想请问不用爱国营销自己 难道用卖国营销自己吗 就算他爱国营销又怎样呢 他站在外国的土地上 赚着外国的钱 骂着外国反华媒体的娘 他太刚了 这需要多大的勇气 这叫为国争光啊 用为国争光来赚钱 凭什么不支持 要知道王嘉尔的爱国是一以贯之的 他从来都是个很刚的爱国明星 2019年香港暴徒事件 闹得最凶的时候 他在微博上转发了五星红旗 并留言我是护旗手 当时香港那么多明星艺人 大多不敢发声 不敢出面挺中国 但王嘉尔是当时香港艺人中立场最坚定 态度最刚烈的 很快他就成为了暴徒的攻击目标 暴徒曝光了王嘉尔的住址和行程 扬言要到机场攻击他 可王嘉尔是不怕的 他继续在海外的演唱会上 身披国旗大喊 叫我中国人 这就是王嘉尔 一个刚烈的爱国明星 他为什么会这么爱国 因为这是从小就刻在他骨子里的 1994年 王嘉尔出生于中国香港 父亲是中国香港基建队总教练 母亲是前中国体操运动员周平 外公是中国超生医学的开创者之一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超生医学科名誉主任周永昌 他还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 在父母的熏陶下 王嘉尔很小就成为了专业基建运动员 17岁就获得了亚青赛男子个人金牌 运动生涯中拿下过三枚亚洲冠军 三枚全国冠军 九枚国际和香港冠军 已经是中国基建界响当当的人物了 而优秀再加上三观证 这样的人在任何领域都能发光 2010年16岁的王嘉尔 在参加基建比赛的同时 还通过了JYP公司在香港的选秀 随后他前往韩国成为练习生 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其实王嘉尔在内地远远不如他在海外出名 2017年王嘉尔的《Papilum爆火》 成为各大榜单第一名 是首位免费登上 World Star Hip Hop平台的华人Rapper 2022年王嘉尔又成为首位 进入欧美流行乐坛最权威的排名机构 Bill Brown艺人榜Top20的中国艺人 排名第13打破了华人记录 同时他的印刺粉丝高达3114万 是目前全球华人粉丝最多的中国明星 毫不夸张地说 王嘉尔是欧美华人乐坛中 最有影响力 最受欢迎 最最顶尖的那个没有之一 可即便在欧美这么受欢迎 王嘉尔也没有变得重样媚外 反而一以贯之地热爱祖国 不遗余力地去驳斥那些不怀好意的提问 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敢升披国旗 站在昔日殖民者的地盘上 直怼抹黑中国的媒体 他这么做不是自掘坟墓吗 他不怕影响自己海外的粉丝和知名度吗 可结果却恰恰相反 越是这样做 王嘉尔在海外越火 你来听听他在怒骂反华媒体时 台下观众的呼声就明白了 这里面全是华人吗 我不相信 看看他在海外各大榜单的成绩就可以知道 喜欢他的人不分肤色 不分国籍 可为什么他越爱中国 越被海外追捧呢 一杀我思来想去 恐怕只有一个结论可以解释 那就是 全世界人民对祖国的态度都是相通的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国籍 什么样的肤色 朴素的老百姓都喜欢积极阳刚的爱国者 都讨厌无耻媚外的阴阳人 王嘉尔一直在身体力行地坐着中西方文化的桥梁 他是一个海外知名度远大于内地知名度的明星 却成为了迄今为止 明星群体中发出最强爱国音的人 如果今后他在内地的名气仍然不如海外 那你我都有责任 最后引用一位网友的评论 明星走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我相信王嘉尔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 那就是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量 大声说出 我来自中国 我的祖国非常美好 我为我的祖国骄傲 这才是真正的走出去 以及走出去的真正意义 导音